讲论 自入坛受贯顶 辞令弟子入坛赐地品 第八 物二 入漫藏内 害一 入坛绕礼 那么在这里呢 有好几段 我先把这个 他的主旨讲出来 那么这一次呢 是入漫藏内 也就是 所有的阿西雷 跟弟子 通通进到这个 曼陀罗坛城里面 那么进去的时候 还是要念咒的 也是要持咒的 那么进去以后呢 他必须要去 绕着整个这个曼陀罗 就是曼陀罗啊 他东门 西门 南门 北门 每一个这个门啊 都要去绕 而且绕了以后 还要跟这个 做礼 也就是顶礼 也等于是在做这个大礼拜 那大礼拜 他有大礼拜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另外还有教你如何做这个顶礼的方法 做这个大礼拜顶礼的方法 最后呢 是也有顶礼师长 几乎每做一样啊 他就是要念咒的 密教里面呢 就是以咒为主 所以才叫做这个真言咒 他每一样都是要念咒 像我们昨天讲这个 绑这个 绑这个眼睛啊 他要念咒了 以后我们 做长途 这个旅行 在飞机里面啊 他这个 Foster Class 或者是Business Class 他会给你画一个眼袋 你戴上这个眼袋的时候 也可以念咒 他这个睡觉的时候啊 什么咒都有了 我发觉 洗手有洗手咒 上厕所有上厕所咒 吃饭有吃饭咒 超度有超度咒 走路有走路咒 穿衣服有穿衣服的咒 我看坐车也有咒 我看坐车也有咒 什么咒都有的 这个真言咒 真的 我们台湾话叫做 他这个进入弹城啊 主要有一个咒是这样子的 叫做 阿康比诺 阿康比诺 这个咒应该是入这个曼陀罗的咒 应该要念这个咒才对 他有好几个咒语的啦 然后这个进入这个曼陀罗以后啊 他有讲也要观想的 密教里面也是重观想 他观想持咒 然后禅定入三谋地 这三则啊不可缺 你入曼陀罗要观想什么呢 他有入内之意 你进到里面啊 到底这个观想是什么意义呢 其实这个观想啊 就是观想你自己跟整个曼陀罗合一 或者跟你自己本身的本尊啊 祖尊啊 所有的活菩萨无二无别 你要做这样子的观想 你不要以为说啊 进曼陀罗 哇 曼陀罗里面啊 是所有十方佛菩萨万得交规之处 我自己呢 像一只什么 金骨啊 我讲的金骨子 飞到里面去 觉得好像很惭愧 自行 自己感觉到自己非常的污秽 哎呀 脏得要命啊 那个活菩萨是很神圣的 很庄严的 放光的 都是佛 都是菩萨 是如来在里面的 我像我这样脏兮兮的人 一进去啊 觉得哎呀 很惭愧 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偷看一下 其实啊 不要这个样子想 你也要怎么想呢 想说你跟所有的活菩萨 完全是没有分别的 跟曼陀罗里面的诸尊啊 完全是没有分别的 一进去就是要融合的 进去你就是融合在这个曼陀罗里面 跟佛菩萨一样的 完全合一的 是融合在里面的 没有差别 这个就是入内之意 你进到曼陀罗里面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要义在这里 我自己觉得啊 这个是密教本身的 最重要的一点 他的口诀是在这里的 不能妄自辉薄 把你自己认为 哎呀我什么都不行 我什么都不会 我很渺小 我很污秽 不要做这样子的想 一定要做很神圣的本尊想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 跟宜宙的意识 没有分别 无二无别 这样子 进去就没有错了 在这当中有一个要义啊 这个 人家讲啊 这个师尊是通灵的 跟灵界是相通的 有很多人不信啊 哪有可能 哪有这种事 世间哪有这种事 哪有可能去看到观世音菩萨 怎么可能看到观世音菩萨啊 看到大威德金刚啊 看到这个阿弥陀佛啊 哪里有可能跟释迦牟尼佛 一起喝咖啡 他们都不会相信人 你说 跟释迦牟尼佛 喝咖啡 这佛经里面 你从来没有写过 释迦牟尼佛喝咖啡啊 他从来 我知道 释迦牟尼佛一定喝的 至少他要喝水啊 他也可能喝茶啊 对不对 你供养香花灯茶果 里面就有茶 那时候也有茶啦 也有饮料啦 可能没有扣扣扣了 7-up 那个是没有的 但是啊 喝茶 喝水一定喝的 有咖啡他也喝啊 怎么会不可能喝咖啡呢 对不对 像师尊现在啊 我什么都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